新北师从104年开始实行全国首创创客教育计划 为了增加相互交流 让各校体验创客精神 今年首开新北师生Maker马拉松比赛 不同于业界两天一夜的马拉松模式 教育局从3月份说明会开跑 到5月26号作品发表的终点站 总共历时3个月 期间师生与生活周遭的问题 共同来发想创作 而后勇于动手实作完成作品 充分展现创客精神 我们新北师一直很注重学生的多元能力的发展 所以在今年的三月开始 我们就筹办这样一个创客马拉松 让孩子有机会的在平常的日常生活里面来动手做 甚至我们比较期望他们能够解决问题 或者是一个团队合作的态度 所以今天办的是一个最后的终点站 他们其中已经经过了三个月的创作 今天的活动包括有高中的 有国中的有国小的都一起来参与 那从会场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孩子真的很有创意 也许这样一个教育 未来在我们的整个新北市教育里面 是资格继续来做推广的 桃子角国中用回收客座椅重组 做成语具收纳架 让空间有限的教室能够有收纳语具的环境 还有中正国中则是将数位科技 应用在生活中设计智能轮椅 让生障者享受科技带来的便利 另外南山中学透过红外线感测器 侦测挥拳速度 既娱乐也能够有运动效果 当初我们会想到的原因是因为 那个是夜问三 最近有出夜问三 然后他们快拳打很快 然后就想说来做一个红外线感测器 然后就开始挥拳 看你一拳可以挥几秒 同学应用原理就是用红外线感测 也就是我们透过两个感测器 我们可以知道方向 然后我们也加以应用 就像说在停车场 它可能是斜坡 透过两个感测器 你可以知道车子下去还是上来 这个轮椅就是 它可以就是说 未来如果老人家做轮椅的时候 它操控 它会反应不及 打到墙壁 但还没碰到之前 就可以让它先后退 就避免它受伤 然后就是希望就可以 就是用在生活上面 我们一开始会有这些想法 主要是因为发现雨天的学校 就是走廊 然后柜子 不然就是书桌旁边 都会有很多的雨伞 所以我们就想说做一个闪架 然后刚好学校地下室 又有一堆地方 有很多不能用的桌椅 然后我们就开始设计 开始计划出这些闪架 要将想象的东西做出来并不简单 过程中真的是边想边做 还有和老师同学们讨论 设计电路 撰写程式 但这样子尝试下来 真的是比课堂中学到的 还要更多 这次的项目 其实主要的评分标准 是比较评分 从着重于他们的创意和技能 年纪差距其实有点大 从小学一直到高中都有 那我们觉得发现 他们的能力上面 其实感觉上 虽然感觉上只是年纪的差异 他们的作品的成熟度 其实都还蛮特别的 尤其小朋友 其实更有 显得更有创意一点 我们最惊讶的是 有些东西可能 现在我们 现在外面在喊Maker 大家在喊Maker 可能我们在大家成人社会里面 才看到的一些东西 其实像小朋友 已经可以开始玩 可以做了 首届的Maker马拉松 终点站 总计有31校 150位师生聚集 进行创意PK赛 同时找来三位专家评审 评选 并且是颁发最佳创意奖 最佳造型奖 最佳贡献奖 最佳简报奖 还有最佳人气奖等等 四大大奖 十月天空新闻 板桥报道 4日发布 和摁赛 葡萄 5日 8日 8日 1日